康世伯自从2015年进入中国市场后 发展的形式是非常良好的 比如说我们服务于全国第一个自主经营的深水油田 还有我们就是第一个自主运营的深水汽田 这个深海一号 除了我们在传统能源上的相关的速度化的一些解决方案 我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加大 新能源路上海上风电 以及相关的电网 以及分布式能源的速度化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应用 本周礼拜一到礼拜三的时间 确实Stura首相 携工业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一个访问 康世伯也是这次代表团成员之一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确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们拜见了也是访问了很多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客户 我们确实也取得了非常丰收的成果 也确实对我们企业界来说 也给予了更强大的信心 我们觉得未来我们会继续的持续加大 我们在华的投资和相关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工作